被《少女时代》开除,她离队后跟经纪公司不合,如今单干,事业顺风顺水。 2014年9月30日,在《少女时代》刚发行第四章新专辑不久,《少女时代》的经纪公司韩国SM娱乐宣布成员郑秀妍,因为个人发展问题跟《少女时代》组合的演艺事业冲突,宣布退出组合。 而郑秀妍却在第一时间反驳,称自己退团并非自愿,而是经纪公司自己决定,双方克制一词。 郑秀妍 郑秀妍,英文名Jessica John,粉丝昵称为杰西卡,198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的一部韩国移民的运动员家庭中。 郑秀妍是一名拳击手,而母亲则是体操运动员,郑秀妍从小生长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式教育。 郑秀妍 而她在2000年,跟随家人回到韩国探亲,在乐天百货时,郑秀妍和妹妹郑秀精,都被韩国的SM娱乐公司的星探看中。 郑秀妍 郑秀妍姐妹俩都成为SM公司的练习生,家人因此搬回韩国生活。 郑秀妍 而郑秀妍经过长达7年6个月的练习生生活,最终在2007年8月5日,跟随其他团员一起,以女子组合少女时代成员的身份出道,发行第一张同名专辑《少女时代》。 郑秀妍 子女人跟随组合一同发行专辑,商业演出的同时,也以个体的身份,街拍广告和电视剧,她跟朴秀妍合作的歌曲冷面,成为各大音乐网站第一名。 《少女时代》。2009年,郑秀妍出演音乐剧,在剧中担任主角艾莉·伍兹。 2011年,郑秀妍为电视剧《浪漫小镇》献声,珠唱插曲《泪水满意》 郑秀妍在那段时间积极发展个人演艺事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而这些会成为被经纪公司解决的真实原因 郑秀妍 郑秀妍退出少女时代后,开创了自己的个人品牌 并在自己的微博上向大家解释自己退团的原委 之后郑秀妍以个人身份参加各种活动 直到2015年,合约到期,彻底解除跟SM公司的合同,并离开公司 郑秀妍 郑秀妍离开公司后,不仅事业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蒸蒸日上,不仅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而且还来到内地参加各类节目 又在2015年应邀出席纽约时装周 郑秀妍 2016年,中韩两个经纪公司宣布跟郑秀妍签约 而郑秀妍在同年7月登上了快乐大转营的舞台 杰西卡现在属于炙手可热的当红航星,已经发行了自己个人第三张专辑 并于2018年5月8日,跟美国的最大经纪公司UTAI,签订合作伙伴合约